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甚麼事呀 黑影呀 夾去 啊 今天是甚麼日子 好像是有一個叫做甚麼 反黑影 是呀反黑影遊行 我們是甚麼 黑衣人 黑衣人 是呀 你做甚麼 為甚麼做到三文字呀 那我唱防紅色衣服 所以就被人夾 夾去 夾去 好了 今天 2011年 9月 3日 好了 嗯 今天 又會有甚麼事發生呢 一會兒 好像是有遊行 就是反這個黑影 那叫做反鷹 擴暴 大遊行 哦 鷹 是誰的鷹呢 當然是仆頭鷹 是 真為學 老老實實 嗯 嗯 嗯 即是跟我們節目有甚麼關係 一會兒再解釋 嗯 但是呢 整件事呢 嗯 好了 這個 好人的 保安主主席 是 為甚麼我會用這個形容詞 用這個詞 叫後任保安局局長 坦白說做了那麼多事 搏甚麼 通常如果大家翻查歷史 歷史 不記得 不記得 總之一邊數 數回到 數回到 九七前 嗯 港英時期 也好 警務處處長 退休了 之後怎樣 嗯 那時候呀 是不是回到英國 還是上去保安局局長 沒有 沒有的 沒有這個集數 依我記憶的話 我記得是回到英國的 通常是回到英國 如果到第一任華人的警務處處長 李君夏 他都是退休之後 是 才說 根據當時的公務員傳聚條例 他申報了之後 就加入了私人機構 去了場實 也都是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都離開了 嗯 好了 之後也都有 有甚麼呢 有我們的特首大哥 曾蔭培 去了哪裏呢 去了新創建集團 新世界旗下 新世界旗下 那來說 他就 其實如果大家在港島搭巴士 搭巴士的話 其實都是曾蔭培 他有份負責去監察著巴士運作 因為新創建集團 之下他也是 是 好了 不過文說呢 新創建最近好像改了做封城創建 是的 可能那個公司名會有少許轉變 是的 都不要緊要 都是那個集團 是的 然後到李明葵 去了哪裏 李明葵 沒有什麼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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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Sori Sir的令郎 現在在PTU 之外 也沒有事發生 正常來說 在那個警務處處長的事圖 都是叫做 倒極了 即是叫做最後一步 在政府來說差不多是完成的 好了 要加入私人機構 現在有一個叫做公務員 那個 那個叫做 退休 退休公務員 退休後 就 那個檢討會 是的 那個有這樣的制度 但是問題是 如果我們看回一些 加入了私人機構的 退休高級公務員 由陳祖澤 去了九巴開始 到這個李君夏 去了祥實 然後呢 就阿曾蔭陪 去了新世界 那時刻呢 好了 我拿一個比較極端少少的例子 梁子民 紅灣滿島 好 你說的 甚麼 其實還有一間 空灣的 那可以了 是的 即是你要看到 通常如果那些高官退休 他總會有些事情 劃多劃少 不是說甚麼 劃多劃少 他都會跟自己鋪路 鋪定條路去私人公司 是的 好了 但問題 即是用梁展民一個極端的例子 姑且 現在 警務處處長是行人止暴的 事圖上 嗯 要出去 賺錢的話 所謂叫做賺真銀呢 就做一些事情去 令到他可以有機會賺真銀 對不對 正面少少 好一點少少 就叫做 他仍然在官位之下 他都叫做 怎麼說 叫做正正常常地去做 至少不要被人拿到有把柄先 或者不是很正常去做就好像梁展民那樣 好 好了 由此引申出來 這隻鷹 是 還不是說想做後保安局局長 這隻鷹 不用這麼拼這麼盡 就是 由三六事件 是啊 奶粉 什麼啊 我聽過 什麼三六 我想起什麼三六九上海賽館 我想起高登那個 紅色那個 嘻嘻 嘻嘻 OK 好了 三六事件是怎樣 又不是奶粉 被人抓113個 喂 沒辦法 你們是非法集結 那一下 是啊 你法定那個遊行的時間過了 你的表演時間過了 是啊 你維護法紀 你想一下 人家給你去到六點鐘 然後叫你全部都要陸續散去的了 和平散去 你還要留到這麼晚 是不是 你是不是破壞社會安利 你是不是影響了交通 是不是 你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人家怎麼上班 你說 警方都要做事的 他要維持正常的商業運作 是不是 喂 警方有商業運作 CCB 什麼 警方要維持整個社會的商業運作 那你 你不要像林悅那些 林悅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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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菲傭官司 什麼 走 中間 吃了幾個步 吃了幾個字 去講清楚一點 哈哈 哈哈 好 好 問題是 三陸說了 三陸發生什麼事呢 就不是三陸大分 三陸有一件事很值得去 反思 因為反思之外還有一件事很值得去想 當晚霸佔了王后大道中 但問題是 如果警方認為這是一個非法集結 為什麼示威者在7時多霸佔了皇后大道中之後 你要到9時48分開始轉移了陣地 到了德庫道中之後 你才發出警告 我的意思是去逮捕 問題是有沒有示威者離開不了 如果有示威者離開不了 這個構成普通法裏所說的非法禁錮 跟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裏面 第42條所說的非法禁錮有少少不同 因為本身在普通法裏面的非法禁錮 總之就是我們現在困住他 不讓Ricky離開就是非法禁錮 已經叫Kidlap了 這件事真的要很清楚 好了 又這樣 36之後 接著到什麼時候 7日 7日又發生什麼事呢 哇 在我們香港人身處 一次最多拘捕的示威 200多人 又如何呢 壞了你不要參與非法集會 就是啊 司機又在說 你知道嗎 我看到那天的士司機多慘 說沒有路走 他們說示威者 什麼沒有路走啊 什麼沒有路走啊 我聽過好像可以繞圈 但是還有一件事 怎樣啊 有個的士司機所謂叫見報料 就說 我們不用賺錢 阻礙了一條路 這麼像 這麼像 有個黃色公館 那些工人在立法會那裏 我要吃飯 但是問題是 一件事的士 最近發生了什麼事呢 加價 錄18變20 對嗎 同時間 各位司機大哥 如果有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是有懂得開的士 記住是租車那些 問他現在車租 由之前的三百六三百八 加到現在多少錢 計算收入 你賺少了多少 是不是 好了 又回到現場 除了拘捕了那麼多人 還有一個 什麼問題 警務署 Ali 還沒到 有點肯定 其中一個最震撼的新聞情況 就是說有記者被拘捕 有記者被射中胡椒噴霧 令人れ行控照 好了 這兩件事又發生什麼事呢 新聞自由潮 大幅度萎縮 還有呢 主流傳媒 以偏概全 沒錯 更加重要的事 今天的遊行是針對 擺明居馬 是針對你曾偉紅 沒辦法 但一個問題是 七一這兩個情況 你拘捕記者很清楚 報紙都有人寫出來 警察通例39章第五條 你不可以阻礙全部採訪 但是為什麼曾偉紅 為什麼曾偉紅要這麼做 他這幾天的表現好像縮骨 縮什麼 記協的頭 麥建廷 曾偉紅 之後曾偉紅跟他說 我們是絕對不可以阻礙採訪的 他說絕對尊重記者的新聞自由和採訪權利 但是還有一件事 前兩天 禿英哥就說 關於有Now那邊 Jackie Leung 他說在麗港城那個情況 是不是 OK 沒東西給你結束現在 即是示範 結束 問題是 禿英哥說什麼 什麼黑影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 承認了的是警員 哈哈哈 她說呢 他們對於前線警務人員 妨礙記者 是不一定有處分 曾偉紅 就有問題 你是拍攝無間道啊 現在 記不記得一開場是甚麼 申志偉說那句話 但我不記得了 師父跟我說 我的命叫做 一臟功成 慢骨敷 但我不相信 然後還會說一句 拿著杯酒 捉過他的警察部 一帆封信 你以為你曾偉雄現在拍《無間道》嗎 一臟功成慢骨敷 出了事就推前線來死 甚麼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有些事不值得幫的 警察自己前線 警隊條例已經寫明了 你只需要去遵從合法的指令 OK 講完了 還有講胡椒噴霧 需要甚麼呢 非法開課 應該呢 大家知不知道 擦把嘴吧 不好意思 三六事件 我們這麼喜歡講三六就講三六 好了 如果大家看這些片段 記不記得一個叫Joseph的小朋友 八歲嘛 和高太在人群中被警察噴到胡椒噴霧 怎樣效呢 因為根據警察通例第29章 所謂叫Open Fire 開火這件事 很奇怪的 你上去Police.gov.hk 看警察通例 它是沒有開啟到第29章出來的 OK 但第29章是關於開火的問題 說明你一定要有一個Virbal warning 因為根據這個Virbal warning 是根據香港法例第238章 這個叫火氣和彈藥條例 但警察通例第29章裡面 是沒有寫到胡椒噴霧進去的 但是根據這個香港法例第238章 這個叫第二條的適宜definitions裡面 已經是將胡椒噴霧界定了 是受這條法例所規管 但是警察通例的第一章第二條 也都說明 警察通例是根據香港法例 基本法和警隊條例所編寫 而如果有矛盾的話 用法例為準 說完 好了 說了這麼多 阿托應該做什麼呢 就擺明數他 擺明數他 什麼十宗罪 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曾偉航上任這八個半月以來 衰些說不止做盡壞事 就做盡很多不法的事 說到明 所謂有證有據 你要學李光耀這樣 出傳票告我誹謗我都沒有辦法 現在有證有證有證 陳文敏也是這樣說 表面證功成立 我有樣學樣的 現在 問題是 執法部門 怎麽可以不講法律呢 所以 一件事 不能談 現在 但最好玩 現在去到什麽 有件什麽事發生 這幾天 是否有一個 替補機制論壇 在尖沙咀科學館 舉行這件事 那 問題來 這個 我們 下一節慢慢研究 是 但最重要 還有一件什麽事發生 直接對著 禿英哥 沒有的 我們高燈上面 除了派交 什麽之外 報警人 後面 你說的 後面還有兩個字 要加的 召喚 這幾天報紙都說了出來 好像 Facebook也有一個人 有一個 叫做曾偉雄 請立即下台 的群組 就開了一個 就說要全城召喚 全城舉報 好 好 問題是 差了那條 法例 香港法例 第382章 第18條 第一款 這條 據聞 有人檢查過 應該是刑事罪行 嘩 這麼大 依我記憶的話 好像要坐牢 對嗎 沒錯 那會不會 香港人 會創造一個傳奇出來 計過拍之後 對 好了 那個問題是 計過拍 哈哈 你做什麼事 你拍子 接不到 拍子 對 拍子 好了 那個情況 到底會是怎樣 這些 真的叫做放長雙眼 但是 好了 我們尖前故後 一向都講開尖馬的東西 或者講開交通的東西 無端端就關韜英哥事 對 為什麼交通就關韜英哥事 今天的遊行 剛才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今天的遊行叫什麼名字 反黑 反鷹 抗暴 是吧 那個鷹字 那個鞋音是什麼呢 如果拿這支旗出來 和剛才那個 鷹 是的 整個名字 有什麼關係呢 休息一會兒 突然回來 好慘 不要再講 回到第二節 沾前故後 沾前故後 你搞什麼 你們這些傢伙 放了英國旗 放了英國旗 一個而講 講英如孽 你剛才說什麼 反英抗暴 是 反英抗暴 是 什麼 六七年暴動 就是用這個主題 反英抗暴 當時是土共 發動這個 反英 希望是要推倒 殖民地政府 對 但是今天的反英 就不是反那個英 就是TOPE英 對嗎 但是 好了 你說六七暴動 不如說回六六先 好啊 其實都是一個 有關聯的 有關聯的故事 有關聯故事 怎麼辦呢 我給你說 好啊 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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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知道 在六七年前 發生了一場 叫做 天星反加加的問題 這件事 我會講講為什麼呢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在天星的時候 就在 1963年 政府要求他 就建一條 中環至 紅磡的 六堂線 還有那時候 因為 重磡的 居民都有二十萬 其中有三四萬 東方中環 是的 還有那時候 大家都知道 是 港鐵霸權未起 是的 隧道還未起好 那時候最主要 黑淡味 杜倫 所以 政府希望 要求 天星要建一條 新航線 就知道 在1965年的時候 就建了一條 新航線 事辦一年的 不過 就在 六年的期間 天星是申請加價 說回之前的格格斯 在天星那時候 頭等是兩毫子 二等有一毫子 在二戰之後 這個格格已經有19年未改動 是的 如果我炒回資料 在天星加完價之後 好拿命 一加 又加到 斗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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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加 提出建議 加價一毫子 是的 我們看這個 所謂叫有圖有真相 第二行 是 公司 六五年 十月一號 是的 九龍 加一毫子 是的 是的 其實為什麽 為什麽 六五年 那時候才說呢 其實 天星 那時候 其實 其實 天星 改完之後 杜葉錫欣已經說要反對 大家 杜葉錫欣和許仁也 就是當時的市政局議員 是的 是香港 其實你說香港沒有 學維園八華時解 香港沒有民主 是錯的 是的 因為市政局在那個時候已經開始 那時候 市政局其實是有一個叫做 就好像類似區議員 今天區議員的善則 嗯 那他又舉了一個簽名案檔 或者 就是 就在11月24日的2點50分 嘩 是 就拿著23723文的簽名表格 就 搭中環天星 嗯 就是由尖沙咀碼頭 坐到 在中環天星 那之後 他呢 就在上浪案之後 就先向記者那些 反假假聲明 那就去港督府出發 就在3年沒到 港督府 由港督中軍見和簽下 簽下的信件和收信的 那之後呢 就66年的3月 先至說要加5仙 是 但是那時候5仙呢 你知不知道要買什麼 買到吃碗飯的 是啊 但是 為什麼 這場天星的加價 是會關到後來的九龍蘇洞呢 其實是有一個人的 他叫做 蘇壽裝 先看照片吧 第一張 好了 這一張 絕食加價潮 什麼絕食加價 對了 為什麼會有這張照片呢 就是這樣的 因為呢 這位蘇壽忠先生呢 本身是一個翻譯家 以及是一個專欄作家 為報紙寫稿的 在那時候呢 他見到這場加價之後呢 就是這場加價呢 就反對啦 所以呢 他在那天呢 就看回他的文章 就說 他是 在中學校服後面 就寫了這些字 嗯 其實這些字呢 都是由 杜耀食欣 這位女士 就在報紙集文也寫下來的 嗯 之後呢 他這位仁兄呢 就去了 中... 中環 那邊 就舉起 一直都不謹記 那名字 還有呢 提到一件事 這個蘇壽忠先生 是反對示威的 嗯 但是為什麼後來 會變成九龍蘇壽 呢 就因為 他後來有一些 的奴旗 那些人呢 就... 我不可以說 是一個 煽動 但其實他 一些的誘因 去令到九龍那邊 都發生了鬆動的 嗯 那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就... 那時候 是連杜耀食欣都說 都有人煽動 還有那時候 你知不知道呢 嗯 有一個銷禁的 什麼時候的 銷禁呢 銷禁呢 其實在九龍蘇壽的示威 已經在很晚的時候 已經有了 到後來 其實他再在九龍蘇壽 都有銷禁的 好了 問題是九龍蘇壽 在哪一年發生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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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年 在哪裏開始搞啊 尖沙醉碼頭 所以為何今天我們 反鷹礦暴 是的 為何我們今天 會講反鷹礦暴呢 就是 其實只不過 以大相關 最主要就是九龍蘇壽 九龍蘇壽的發場地 就是尖沙醉碼 所以呢 曾經有人說過 如果你們在尖沙醉碼頭 就是露天廣場 會變成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什麼呢 是倫敦的 是倫敦的 示威集會 的發場地 這些呢 就擺明是 曲線 這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 九龍蘇壽 終於引發到什麼 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 發起的是什麼人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 是的 可以這樣說 但是呢 那些就是極左的組織 就和主流 中國共產黨在香港 那一批人 就不同 因為原來 中國共產黨 上高的那些人 就不太認同 這一班極左的人士 就在香港 發起這一次暴動 但是呢 你說如果說 這個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 我考你們兩個 我這些老鬼 當然知道 我考你們兩個 嗯 六七暴動 那個主題的名字 叫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你考得很奇怪 你考得就不是反映抗暴 錯 不知道 六七暴動的主題 就是反映抗暴 哈哈哈哈 Oh my God 那 就是一件事 今天的反映抗暴 和六七的反映抗暴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有些事情 是很相似的 我們撇除 本身針對政治取向 是真的很相似的 當時六七的時候 反映抗暴 是抗議殖民地 向工人施害一些不合理的價格 對 而又在說 因為天升價格 開始人發出一些所謂的民生 民生的問題 是的 今天的反映抗暴 在說的背景 都差不多 在說什麼呢 在說警方是不依法去執法 這個是差不多 對於一些強權向市民進行施壓 好的 問題是 如果說到六七暴動 我不得不說一件事 就是 我想問 兩位 有沒有聽開商業一台的節目 以前有現在沒有 我不聽到電台的 以前有現在沒有 好了 你們兩個不聽不要緊 應該觀眾都有聽 每一天 下午商業一台 十二點中午新聞之後 那個節目叫什麼 十八樓司座 十八樓司座 知不知道這個節目典故何來 是不是林彪的 林彪自己在乘飛機去內蒙 自己撞機身亡那個叫林彪 不好意思 林彪 沒錯 不好意思 沒關係 這些是我的死老鬼才知道 好的 好 那個問題是 林彪是因為什麼事 就是六七暴動那裡 在八月二十四號 被兩個俄清的工人 臨油消死 臨電油 如果根據那些報道 其實他們的手法是很空殘 空殘的情況是怎樣 是打開車門 就是在車裡面和車外都淋電油 你可以想想一下這件事 現在剛才我 為何剛才Peter想講科學館呢 好了 問題是 當民建聯 工聯會 尤其是你劉江華 你作為一個離脫離民主黨的一個走狗 你竟然去提出 接下來想著保安事務委員會去譴責 高調 高調去譴責 日前那個 所謂激烈 其實他們都是不能進去 然後見到現場有二十多個吉 有二十多個黑影 然後就撞開個帽 然後傳媒的照片就拍出來 就見到示威者很激 又捏著保安那些 好了 這個民建聯你劉江華 夠膽提一個這樣的動議 沒有緊要的 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言論自由 我任由你 但麻煩你民建聯你這幫混蛋 自己問回祖宗十八代 1967年8月24日 你們是怎樣對待林彬 前日科學館那些叫暴力 你們這些叫什麼 你們這些 你們這些叫什麼 叫什麼 你們這些 還有 加了多少 六七暴動有兩個人 楊光真得食 是曾經坐牢之後 一個楊光就拿大字經分章 一個得生得成 現在是民政事務局局長 但是如果以維園阿伯的思維 就是他們這些 抗應 有功 英雄 大哥 但是問題是在於 我們活在一個香港文明社會 對於這些歷史 一定不可以忘記 對於 問題是 六七暴動 搞到這樣 整個社會 但是之後的日子是怎樣 是很好 不是很好的 為什麼說好 之後是源於 港英政府真的回應了 當時那些人的訴求 結果做了一個真的 黃金十年 就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 這段時間 又有建工 又有基建 又有工業 甚麼都有 就是叫做 真的把整個香港經濟的基礎 是打得好 那些就說 將香港人 你應該本應 就是 醫食住行 這四方面 搞好 沒錯 你起碼有一件事 就是說 如果說一些歷史的話 六七暴動之後 香港節 起碼 你有香港節 他真的回應 就是 那些土共 他們去提出一個 所謂叫 本土價值 起碼 有去解決這件事 先在意識形態上 然後 當時的港督大輪子著線 他一上任之後 六八 六三年 六三年上任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進一步 去大力發展工業的時候 過了六七暴動 他更加強調這件事 然後到了七一年 戴輪子著線做了甚麼 今天跟你很有關係 免費加油 沒錯 1971年戴輪子著線 九年免費加油 六年免費加油 當時 然後到1978年 港督大輪子 馬里浩 將這件事 改了 九年 不是叫免費教育 叫強迫教育 因為當時 其實強迫教育 可能 壞些說 其實 因為大家都知道 學能差異 也要生中試 其實最基本的 學歷都是小六的 但其實這班人 都是對社會有貢獻的 所以 問題 當北京不斷強調 叫曾蔭權 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的時候 如果拿回香港 過去 大概六零年至八零年 這段日子的歷史流程 去做對比的話 即是怎樣呢 即是 好了 尖沙咀 碼頭 原來是一個示威暴力的發源地 在1966和1967年 是不是 好了 試過境遷了 去到今天 又會是一個什麼地方呢 現在是一個巴士重招 也是一個什麼地方 到了 還有 如果對一般的市民來說 公共空間 五知其缸 五知其缸 是的 表演者公共空間 是的 諸如此類 即是一個地方的現場 法輪功長期擺放的地方 這個是必題 是的 好了 所謂叫事過境遷 地方在變 人也在變 當年 蘇桑先生 發起這個 天星 反對加價 反對加價 到底 今時今日 他又去了哪裏呢 原來 他最近都有 公開露面過 不如 我們 看照片 和他聊過 大家知道這張照片是哪裏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在一位網友的網址 其實大家知道 紀念中環天星 嗯 那時蘇桑先生 以另一個身份 去探望這班 保衛中環天星的人 嗯 嗯 那就是在說19 不是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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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問題是在於 時間在變 人也在變 人也在變 但問題是 有一些事情 是真的不應該去變 就是香港這個地方 應該由那個 核心價值 嗯 講的是什麽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法治 這兩件事 集會 集會 因為香港是聯合國人權公約的其中一個簽署的地方 簽署和承認的地方 集會 言論 集會自由言論自由 這個是人權公約裏面都已經是講得很清楚 需要 應該是要得到落實的地方 但是 似乎更加之重要的就是 我們真的要去堅守著言論自由和法治 而更加之重要的 香港的示威自由 這個 示威自由 這個也是涉及言論自由 更加之重要就是 執法部門是沒有可能不講法律的 所以 我們要怎樣 夾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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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天節目視頻到了 拜拜